培养学生的国际事业大理光镇国中今年和韩国的荣光女子中学缔结为姐妹校 这天荣光35名师生特别来台交流 学校除了安排接待家庭招待他们 也规划了童军级表演艺术等特色课程 两校学生互动热络做了不错的国民外交 同学们挥舞旗帜传递讯息 不过有些学生的衣服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 他们是来自韩国荣光女子中学的学生 这一天来到大理光镇国中进行交流体验特色课程 台湾很远所以她怕来这边不习惯 但是她那个朋友台湾的朋友对她很好 所以她很放心很开心 新环境来说 걱정了 那个台湾朋友对她对他们很好 所以她很舒服很开心 国际的交流 他们对台湾的影响很好 因为我们韩国战争和经济 发生经济的时候 台湾经常帮助韩国 消防表示今年跟韩国荣光女子中学 缔结为姐妹校 这次共有30位师生来台交流 车规划童军以及表演艺术等特色课程 同时还安排接待家庭招待这些贵客 期待让两校学生更加认识彼此文化 与其说是我对他们很好很热情 不如说是他们就是让我觉得 很像在跟就是同学朋友相处 就不会说很紧张 因为他们是客人这样子 因为108课纲的实施很强调的是 我们全球的移动力 还有国际视野 所以希望可以带给我们的孩子 有这样子的国际的视野 所以办理了这次的国际交流 迎接韩国朋友来访 学校也有韩国美食跟衣服体验 两校学生互动热络 建立深厚的情谊 也拓展了国际视野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接下来